哥哥们上去故事咱们讲到我这刘维带着唐宪兵一星人在通辽蓝梦酒吧玩的时候就将蓝梦酒吧给砸了并且和经理发生冲突给经理也打了 随后刘维带着一星人就走了准备去下一个酒吧在门口找了一辆出租车给领了路就到了对面的新兴酒吧了 那你看当时人这个蓝梦酒吧是谁照着通辽大哥三光照着这三光三光在通辽那也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人的 哎提起来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边经理黄坚把电话就打给他们的老板直接就跟老板说了 说老板呢你看咱们这个酒吧让你给砸了一伙外地人给砸了这老板这边一听外地人来几个人的说那个来了呀五六个人 但五六个人手里边拿着家务事把咱酒吧给砸了给我都给打了这当时人蓝梦酒吧的老板一看就行了我给三光打个电话 随后把电话就打给三光董治伟了而这个时候三光和几个朋友也在外边玩的这三光这边一接哎孙老板哎三哥你看我那个酒吧让你给砸了哪个酒吧就蓝梦吗谁打的两个外地人 啊完了把那个经理黄剑呢都给打了这边三光一看啥时候的他人就刚才就刚刚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啊那行我过去瞅一眼哎三哥你注意点啊他们手里有枪有枪多个等人有枪啊没事你甭管了 这边三光带着几个兄弟直接奔了蓝梦酒吧了那你看呢当时蓝梦酒吧的经理这边一看哎呀三哥你来了谁给你揍这样啊三哥几个外地人好像四川的四川人把你打这样啊你带他妈熊啊啊人的 三哥好像个对面欣欣酒吧了呢欣欣酒吧了呢我打个电话这边三光啊也非常牛把三个电话的就打给啊欣欣酒吧的老板高新的是个女人在当地啊也是非常狠的这边高新一接哎三哥欣姐啊忙啥呢哎三哥忙啥嘛没忙啊有事啊我问一下你们的酒吧去没去几个外地人好像是四川的有个五六个人哎呀我还真不知道你这样我我问一下那行你问一下啊 哎行你不用挂电话那个张经理啊张经理啊不一会儿哎欣欣酒吧的张经理过来了有没有几个外地人在这有啊啊四川的在1101房间的门口那辆车啊就是他们的哎三哥在这呢那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这边三光带着几个兄弟啊直接来到我哎协对面大概也就是一千米左右欣欣酒吧了往这一来这边欣欣姐一看三哥攒进来攒进来啊 给那个孙老板那个栏梦酒吧啊给砸了我过来瞅一眼哎呀这边高新一看你看三哥我这是厂的新装的你放心吧啊我知道咋有事我进里边啊我不打我让他拿来赔偿就完事行三哥尽量啊别打哦要不新装的咋坏了赔你啊你甭管了这边高新一看他也拿不了三光啊就这么的三光带着几个兄弟啊直接来到1016房间了这刘维他妈几个在这屋里边还玩着乐呵的一人搂个小老娘们 这边的藏鞋兵啊还跟刘维说呢说勇哥你看咱先来这好了何必上那咋呢啥也没干花他妈一千两块钱这块你快多好啊妹子也年轻是不是环境也好刘维说可不是大的那出租车司机啊给咱里那块去了啥这块地方啊啊黑人的地方你看正说这个门道胖腾一脚就给踹开了这当时眼界这边这个三光带着十来个兄弟巴就进屋了刘维这边一看你谁啊啊谁啊你进来住去没看这屋有人啊三光这一瞅谁叫刘维啊刘维这边一看你找我有事啊啊 这旁边啊这几个姑娘就站起来了刘维说行你先出去吧你们先出去吧这几个姑娘就出去了刘维唐线兵乐追他们几个就站起来了 你这边三光一看哥们你认识我吧刘维说不认识我告诉你啊我是蓝蒙酒吧的这刘维当时一听说是蓝蒙酒吧的刚想掏家务事你看旁边啊沿着董之伟的兄弟直接碰腾一搞爆了直接啊就给刘维的手腕就给打了这小咪的洞就倒地起来三光这边往手一剪都他妈别动来我看你谁动动我打死你哎呀家务事不错呀挺新的 刘维这边一看哥们你啥意思啊没啥意思我来蒙酒吧的你还不明白吗刘维说啊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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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走这边你看围着刘维他们的那就是一顿揍我那家伙你胖胖胖大电炮的小皮鞋不有那么句话吗你打不过别人的时候你就要学会挨打哎刘维呢这边啊抱着头双腿紧夹上边被打下边被打你愿意咋打咋打吧那家伙匡匡打了就四五分钟吧刘维鼻子啊嘴角我脸呢唐线兵他们都被打受伤了 这个时候人家三光拿着拼着根怼着刘维给我拿钱来拿钱刘维这边看哥们你啥意思啊拿钱就完事了你不把人给打了吗给拿着一交费刘维这边一看多少钱你给我拿五万块钱刘维说行啊我在车上我给你求去你别去求去了把车钥匙给我哎因为刘维车上有二十来万块钱这边你看当时一瞅这二十多万呢全给拿走了这边刘维这边一看哥们你能报个名不我叫三光啊 有事你去找我一下那么你看接下来这事得怎么处理呢老弟啊下集给你讲述